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子晒照宣传新剧,穿搭时尚引领潮流,颜值演技在线受追捧。 2024年2月6日,杨子工作室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美照,宣传他和范城成主演的电视剧《要久久爱》。 据悉,该剧如今也正在热播中,凭借着杨子超高的颜值和精湛的演技,也获得收视率和口碑的双丰收。 画面中的杨子也穿着白色的莲帽卫衣,外搭蓝色的牛仔衣,扎着高高的马尾便。 看上去也显得特别的清纯可人了,宛如初恋般让人心动了。 而她穿着白色的羽绒服,搭配蓝色的牛仔裤,扎着双麻花便时,却也展示出了不一样的美。 在超高颜值的加持下,这也同样的迷人了,化身孙燕姿小迷妹的她,这楚楚可怜的模样也让人有些心疼了。 杨子穿着黑色的风衣,扎着低马尾便的时候,也如同玉姐般有魄力,简简单单的一个转头。 就已经展示出了强大的气场,而她的侧颜也同样美得让人无可挑剔,身材和颜值也都再现了。 她穿着米白色的风衣,乌黑柔顺的波浪长发披肩时,虽然脸上露出了甜美迷人的笑容。 可不知道当时是否遇到了什么烦心事,这笑容中也带着些许的苦涩。 而她更是将其展现得淋漓尽致了,精湛的演技再次赢得了大家的赞赏。 杨子的五官也十分的精致,一双大眼睛更是清澈灵动,而且皮肤白皙水嫩,看上去也依旧是少女感满满的。 看到如今的杨子也依旧如此的迷人,期待着她在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作品的同时。 也能早日传来更多的好消息,相信到时候也会赢得大家广泛祝福的。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